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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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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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們來到這個島 全部都是這種工廠 因為當時總督為了要把他的祕方 製作水晶的祕方藏在這裡 那也因為 維尼是因為水晶搖入大火 一千四百度 很多的古蹟受傷 所以基於這兩個原因的採版 來到這裡 導覽員特別強調 他們訂製能配合個人專用的剪刀 才能讓工藝師們完整展現工藝技巧 從細紗到融成水晶團的配材 透過工藝師的巧手 奪到繁複的製作工序後 須靜置一天的雀成型 才能製作出最極致的巴洛克風格儀品 結束參觀 眾人繼續趕赴下一個行程 沿途天空亮麗 水色情柔 幽然繁衍 翻浪舞花 一道道長浪 飄逸如美人魚的百沙 成風一舞 水都威尼斯的浪漫風華 和一聲音 威尼斯,一个存藏着欧洲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从最初的城邦到共和国,在拿破仑占领后,几番来回一手,始终无损浪漫水都的田径黯然。 西元1866年的普澳战争后,威尼斯与伦巴迪威尼西亚王国的其他地区,化归现代意大利同侠,迄今总在潮汐中若隐若现的水都,始终有亚。 德利于亚德里亚海,临近伊斯兰国家及拜占庭帝国,透过贸易活动,使威尼斯于13世纪末,就成为当时全欧洲最繁荣的都市。 尽管早期地中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于文艺复兴时期逐渐示威,但如今世人眼中的浪漫水都,仍是意大利赚进无数外汇的观光大城。 大方广佛华言经进行评计,若见果实,当愿众生,获罪圣法,正菩提道。 若见大和,当愿众生,得欲法流,入佛之海。 若见大和,当愿众生,得欲法流,入佛之海。 若见大和,当愿众生,得欲反覆住 浪漫水都威尼斯 就像神秘浪漫的传说一般 令人充满想象 这颗名副其实的水象泽国 在古老的城市中心 运河形同公路 水上交通与步行 则是主要的交通模式 1987年 威尼斯和附近的西湖 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基于环境保护的立场 被称为海上摩天楼的大温船 应否驶入市区 始终存在争议 当小艇靠岸威尼斯市圣马可区的水岸码头 不远处的圣马可中塔 像一个指天而易的地标 仿佛导引着众人行进的方向 提岸边挂着来自台湾的展馆海报 沿途清澈的水道 公升相应的小桥 水道间来回穿梭的贡布拉 一一行购威尼斯的特殊美丽 来到威尼斯市中心 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客厅 圣马可广场前 助力着哥德式造型的钟塔 一身砖宏 隔外醒部 总督府 又称公爵府或盗启宫 长摸字型的中世纪摆设建筑 从提岸边到广场旁 在岁月尽姿的横跡中 看尽漫画 到其宫内 包括公爵府与威尼斯博物馆 更有许多名家艺术剧作 与世纪威宝的珍贵典藏 有谁 巨型圆顶和金光灿烂的镶嵌画 凸显拜占庭风格的圣马可教堂 始建于西元828年 遭战祸焚毁后 由于1071到1073年间 重建完成 教堂顶端 华丽缤纷的东方风格 与哥德式的优雅尖塔 兼容并区 中央尖塔顶部 是受持马可福音的圣马可书像 教堂中 相传圣马可的圣体安息子弟 威尼斯人们 更是圣马可为守护圣 因此也以象征圣马可的 复活之师的图塔 作为威尼斯的成灰 作为威尼斯人们 当潮汐上涨时 穿越地中海的西洛克风 推波助澜下 圣马可广场的地面 就会在水面上悄然淋没 此时对威尼斯而言 等在港湾或波靠水道旁的贡多拉 就是最熟悉不过的水上代捕工具 在威尼斯狭场的巷洞间穿梭如鱼的贡多拉 除了看不进古城的香榭楼台之外 岛上无数的弯弯小桥 更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小浪漫 其中最负盛名的 莫过于连接威尼斯公爵府的审讯室 与老监狱之间的探袭桥 探袭桥的名字 相传来自英国诗人拜伦 旨在形容此囚 从桥窗望外时 总要为眼前最后一幕的威尼斯美景 长生泰探的景象 水色云天映照着奔腾的涌流 湖面水光夜店如千年金驴 铺沉威尼斯的历史场合 大运河对岸的安康圣武圣殿 依旧守在提岸上 坐看威尼斯的云水悠悠 临别在港湾接驳的船部上 佛子们默默撒下诗诗名鼓 愿祝福也能在威尼斯周行般若 永续持航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药师经 佛前大贡 药师七佛本月功德经 药贡即慈悲诗实 功勤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伟镇新南里 租为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礼拜三昧水灿 护生济甘露诗实 功勤战山法师主法 日期12月9日星期四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建牌位 欢迎填写 9日天 又称日天子 宝义天子 宝光天子等名 日天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 佛教说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他住在太阳中 太阳里有他的宫殿 称为日宫 他在一年之中 循环于须弥山中腹 遍照四天下 及四大洲的白昼 他与守护黑夜的月天对应 也由四天王管辖 十 月天 月天又称月公天子 原是古印度崇拜的月神 佛经说他是大师智菩萨的化身 大师智亦为宝吉祥 月天既为大师智菩萨化身 所以又得名宝吉祥天 月天住在月公中 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美丽的天女配饰 据说他有五百岁的寿命 关于月天的形象 印度和中国所传各不相同 他在印度为男性形象 佛教传入中国后 由于中国文化中也有月神崇拜 而中国的月神又被阴阳学 视为阴性 这样印度的月神 受中国月神信仰的影响 也女性化了 并且还吸收了中国月神的形象特征 他的形象通常为 美貌后妃装束 头冠中坎满月 月中献兔形 十一 金刚秘籍历世 金刚秘籍历世 以知晓如来一切秘密事迹而得名 经光明经记载 他是大鬼神王 与五百岁差 缘都是大菩萨 为护持众生 保护佛法 他们才屈尊做了佛教的护法神 他行动十分敏捷 在佛教护法神中 以节己著称 他常侍卫在佛陀身边 得到佛陀信任 佛陀常把一切秘密要事 委托于他 佛寺常把他供奉于寺院三门殿内 其形象较为特殊 一般为红色炼堂 怒气冲天 全身肌肉股胀 静剑刚强 明代以前 佛寺都只共一尊密集金刚 明代风神演义问世后 书中虚构的哼哈二将 取代了密集金刚 摩西守罗天 又名大自在天 是印度教重奉的主神 佛教收入摩西守罗天后 把他奉为实地菩萨 故他的塑像也为菩萨形象 头带宝冠 身着菩萨装 骑白牛 八臂三目 手持福子 灵 楚 举尺 地下常略去白牛 大自在天 主要为密宗重奉 密教把他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 他的诸种形象 也主要出现于密宗寺院里 十三 散之大将 又称密神 他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夜叉神 为北方菩萨门天 手下八大神将之一 他统领二十八部天重 经常巡行时间 赏善罚恶 有人说他是鬼子母的二儿子 但多数认为他是鬼子母的丈夫 他的形象为金刚模样 面为红色 满脸动气 手持祥魔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